动作游戏不玩不久在地板上跑来跑去 顶多让你飞檐走壁 《重力异想世界》这部作品给出了全新的可能性 自由定义重力的方向 究竟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呢 一起来看看吧 《重力异想世界》在PSV上推出第一作之后 也在2015年移植到PS4上 这个玩家间大受好评的作品 系列最新作《重力异想世界2》也在日前推出了 玩家要操控女主角凯特 进行一场无重力的冒险 本作是动作游戏 玩家可以自己定义重力 来完成各式各样的任务 把重力调到无就可以漂浮 也可以决定自己的重力在什么方向 来达到飞檐走壁 本作也强化了重力的调整 可以把重力调低 让玩家跳得更远 以及其他的强化效果 斑滑斑的演出手法也十分有新意 前作的角色也会登场 凯特的冒险会迈向什么样的终点呢 这就要玩家自己去体验看看啰